志文兄 說到這個本財散 有時候本財散是在那裡最感情 是 那你們家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家的狀況是這樣子 我是一個 我還覺得不錯的案例 因為有機會在節目當中 在說 我覺得我的案件 這個也是都有遞毀的人 那當然那個已經都十多年前 當然這是要按媽媽說去 因為爸爸以前距離現在 大概二三十年前往生 那時候因為媽媽跌 所以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通常都這樣 跟我媽媽那時候是 有一邊就是去國外旅遊 回來一直掃不上 掃不上 我也帶他去醫生觀看 不好 那老人都會在那個當地的衛生所 他會檢查 檢查出來 後來醫生說 肺部這裡有白白 有 那就建議他去大醫院看 我們去核性嘛 去看完之後 醫生是說 睪丸家屬 說是肺腺癌第四期 哇 肺腺癌是很難發現 很難發現 落背 我就想說 那這樣時間大概是怎麼樣 他說餘命大概會有五六個月 那你知道像一般病人發 有這樣的事情 病人絕對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我們那時候 醫師不來我們都是討論 媽媽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七十六歲 那時候討論就想說 媽媽要 我剛剛遇到一次心裡糾結 七十六 已經講兩次了 可以啊 對不對 它這個後續就還不錯 所以七十六是個轉折 後面就是變成我們還是要覺得 媽媽要有支的權力 那讓醫生轉檔 那病人一旦知道 通常他從抗拒 到面對 到接受 你知道嗎 到接受那個階段 人就像消瘋 他慢慢接受說 像消瘋之後 那因為你一邊要接受標靶治療 頭門開始浪 你就發現真的病了 你真的覺得時間真的有限 那時候我們也是很煩 很擔心 媽媽接受之後開始轉念 他會告訴我 他說既然遇到了 我們就辦法輕鬆 看要怎麼來處理 他開始變成生命鬥士 那個人 他有目標之後 整個生命又活起來 但是我們這些 這些兒子女兒 我晚上奇怪 我那陣子常常都夢到 靈堂 你知道那個做夢夢到靈堂 是一種很不好的結局 你知道 尤其我也是做相關的產業 我想怎麼都這樣 所以我一直都很擔憂 但是你會看到媽媽轉念之後 他懂得分配時間 因為那時候都會聽一些偏方 有一次他就是人家補一個老師很厲害 也是求神問卜 那個老師聽說是無極界的官聖帝君 好像有這種他都會請我背去嘛 我們你看 我想說這老師講到我一步 他說 這樣一輩子一四人都這麼艱苦 現在才開始慶祝了 我以為是安慰的話嘛 那麼 我想說這安慰 結果 我發現呢 那個師父講的是對的 因為後面在這個癌症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他才真正享受到什麼叫人生 所以轉念之後 我發現我媽媽反而懂得把自己擺在第一位 他懂得分配時間 所以就跟他們國小的同學 那時候閨蜜那樣的 做得去韓國 穿韓服 做泡菜 拍照 跟我們這個去日本剃頭過得還不錯 那麼他也在完成一些 他所謂的自我實現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拜拜的祖廟 他說爸爸以前有把廟捐那個小柱子 他也想說要做一個什麼 那時候剛好要捐金身 他也感覺做得很高興 那像我們小孩 我就說這樣要怎麼做 點什麼 我那時候是跟我們母親 我們就是找十個固定幫他去補孕 都會跟他講 讓他很安心 你知道嗎 奇蹟發生 因為七十六歲埃末 慢慢 我們等到了八十歲 要註售了 過了八十歲 這個請洪英哥幫我們看一下 所以這是媽媽 媽媽 這對一個是你 這個叫我 大哥 大姐 這是大哥 大哥 大姐 然後二姐 三姐 然後我們就過了一個很棒的 媽媽的八十大獸 這是他的圓 七十六 七八十 差四歲了 對 本來是半年 他當他有個 本來不是半年 所以賦命 對 有目標之後 他開始安排他的生活 然後也改變 以前那樣多欠 你知道嗎 我以前都想不到 說我母親為什麼 都是中午去買菜 大家知道為什麼 人要四歲嘛 就會燙 人要四歲 比較燙 那才三八 可能就三十塊而已 然後呢 以前那個欠 那魚都不敢買整隻 有嗎 我也看到後面說 他知道說要保養 當然我們會告訴他媽媽 你就看好 你就買 魚整隻其實不燙 他要抖了 然後我是覺得這一點 沒有 魚都要抖 沒有 魚 魚都要抖 連魚都要抖而已 沒有 都吃魚抖 連魚抖最激烈的 有些那個攤位 一個多少 一百一百 那比較配合 魚店的那比較好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都是陪伴 哥哥 姐姐相互陪伴 大附近我們家是因為我們 我們家有拜拜 是古早老家的神明 到我這邊接著拜 八十歲之後 我跟你講 人的願力 他一旦到八十歲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 好像整個人整個急轉直向 你都自己可以覺得 真的 然後就看到整個樣子不行 我就跑到媽媽的祖廟 我就跟 我們生明 自然說成了媽媽 都非常捨不得 你也算很友好 因為我是說 因為聽說往生的人 都不知道怎麼走 我很希望這生命能夠幫他 支應他 不要讓他走錯路 因為我出靈異 我知道走錯路當鬼就不好 但是呢 又過了兩天 我也想著說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再 再買一個抱歉 我就到 帶著睡 玉皇酒店跟玉皇大廳出獎 神明說 那時候師父把自己隨便跟我講說 你一開門不是已經跟神明說過了 對啊 你放心嗎 那時候才放心 那麼當然我還是繼續工作 那有一天 週五啦 我媽媽三個女兒 那時候請一個那個映庸 要吃飯嘛 因為其實到後期都不太不太能吞咽 那吃不到兩嘴 說當場 我媽媽媽媽 就發現說 應該就是那時候就往生 然後呢 那時候 你也知道走得很好走 很好走 坐在吃飯 那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那個不知道是他驚嚇 還是真的神奇 他說那個媽媽那個門口上面的 有兩團光球 當然這些事情 我一聽到之後 我回 一趕快趕回來之後 一切都就緒了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在這件事 一方面跟神明禀報 一方面其實我就找葬儀式的朋友 我說 剛才坐坐 我們時間沒辦法比較冷 我們要怎麼安排 跟我找我大哥一起談 他就有程序 因為我們不希望很慌亂 建柴 建柴 他有一個好好的人就扛出去 我看過這種狀況 我就不要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包含靈堂怎麼搭 然後呢 坐幾個漆 到後面選什麼塔位 那時候我母親生前 其實就交代說 他那個塔 我爸爸以前 想說把那個塔請出來 他們要買那個夫妻塔位 那沒問題 我們都處理好了 我後面要去 你把你媽媽和爸爸給作為嗎 對 由我母親說的 他們離開長差幾年 十幾年 十幾年 你們把他買 對 但是那時候我們把他買 你們把他買 你把他買 對 因為我剛才敢說 也就要問一下 對 那時候我在問是不是要擲杯 我那時候說奇怪 怎麼擲不杯 就想說那怎麼問題 不太可能 因為大概應該都會重新 因為我媽媽 我爸爸擺的地方 比較像廟的部分 那當然我就想說 那名出來媽媽的幸運 我想 對啦 他上面有製作一尊 土壤菩薩 我沒有把土壤菩薩 拼補 拼補 拼補後 三聖杯請出來之後 就放在一起 現在我就跟我們大兄 因為掃蟲都一起去 我就覺得事先有做一些準備 我會覺得就變得很圓滿 是 萬萬 沒說到財產分 你已經說那麼久 這麼溫馨 我們現在說到重點 我們家是台灣原生家庭 這種最佳的寫照 因為一定是百分之百重男輕女 像那個律師講那個遺囑 臺灣人這種老一輩子 都口頭說而已 他不會是寫 我們從口頭說都聽到了 兒子會比較多 女兒一定象徵性對不對 這跟一般臺灣人家庭一樣 女兒子叫一叫過來簽簽 你就是放棄 對不對 一般是這樣 我們現在比較多的感覺 不好意思 女兒子都會來 對 沒辦法 那就過世了 過世了都會 但是我們現在的人 我們覺得說不要 我們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你也要幫媽媽做人 有道理嗎 我們兄弟跟我們大叔很明慮 他說父母你看我們要怎麼處理 你看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媽媽的錢多少 不知道那要算嘛 那一般差不多而已 但是我們就不論多少都處於五 因為我們五位 有機會 我覺得這樣也很公平 結果我們差不多 那是一百多 差不多一百 一百萬 其他大概還有多一點 那個部分呢 就是等於說就是 傷障塔位 換句話說本來有五百 五百多 差不多六百 一百萬做傷障位 五百你們就兩個男生 三個女生 一個人各一百 對不對 所以本來是你們和哥哥 可以分比較多 分差不多二百 一人兩百 其他才 我媽媽本來原本的分配 是希望說算人頭數 譬如說我們寄養他們到五口 那就是一個一萬 一個十萬 譬如說 一個十萬 對 很適合我們那時候 沒錢多了 對 那時候我們想說 這一定會負責 那如果我十五個兒子 我也會覺得好 媽媽你沒偏心 沒公平 十五個兒子沒錢 都顧小孩 都顧小孩 不過不好意思 我插個話 這有時候跟人性還有金錢 有關係 金額一百萬可能比較不會計 今天老的如果老十億 對啦 那個是另外一個課題 對 十億是我們本來 我們兩個兄弟一個人分超五億 對啊 現在一個人要分兩億 那差就差三億 那三億可不是苗栗那裡的 那三億呢 都一樣 專門兄還要再補充 對 外面因為做的 做得很公平之後 我那是一般小康家庭 我就覺得很棒 對於兄弟姊妹的氣氛 還有感情融洽 真的幫助很大 我身上這條這條鏈子 我媽媽那時候我在上班 你要有貴 所以拿一條小鏈子 為什麼小鏈子 他本來要比較大顆的 我說那很爽的 你給我比較細小 你給我看 很傻的 我跟你說 你如果太大顆 我跟你說 你如果這樣輕輕菜 你會把他打開 那也太重了 這條 毛衣哥你把我拿出來 這條是怎樣 五釉耶 千竹唇條 這條是怎樣 原本 因為我那時候都生女兒 生三個女兒 我媽媽說 你如果有辦法 你生一個女兒 這條 就讓你母親 這樣啦 但是生一個女兒 生一個男孩 生兒子 對 他就說 太五釉 太五釉 因為我們說 就三個 那麼媽媽的同意 後面我們是用買的 那時候一千是四千 對 一千四千 一釉就是四萬 五釉就二十萬 對 現在因為每次看到 現在這個金價現在貴了 現在一盎司兩千四 長很多 對 長很多 所以這條現在 每次看到這條 我就想到媽媽 每次看到金價在上揚 我也想到我媽媽 我就覺得很危險 真的上揚就想到媽媽 真的跌也會想到媽媽 主持人 我那條金條 有什麼不記得 我這麼跌下來 燙燙 給我 沒有在他身上 恭喜啊 謝謝 很好的處理 你也不貪心 恭喜 哥哥也不貪心 對 我覺得這很棒 而且你不覺得這樣子 逢年過節 大家一起討論的是 懷念爸爸哥哥嗎 對 而不是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兄弟姐妹戲牆這樣 我覺得很棒 還是說我們其實以前都重男輕女 對 我們現在應該要把它做一個反轉 我們開始重女輕男 你整個都拿出來 我啦 我就這樣領 轉播也這樣領 好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